而今天晚間六點半也去稍後 民眾黨號召了兩千名來自全臺的小草 到立院周圍集會 這警方是不敢鬆懈 從一早開始就封閉了 濟南路一段東西向全線車道 並且派出大量的警力 整備好裝備前往現場 以維護集會的安全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遭到擠壓警見 民眾黨在八號晚上號召 兩千名小草集結 警方封閉道路在立院周圍 派出大批警力維護現場秩序 民眾黨號召小草們八號晚上 在立法院周邊進行宣講抗議活動 除了周邊道路有進行管制之外 附近的公車站牌也貼出告示 提醒民眾在集會活動期間 公車路線將進行改道 八號早上九點半開始 就封閉濟南路一段東西 向全線車道管制車輛通行 從各地搭遊覽車前來的小草 都將從林森南路下車進到集會會場 為了這場集會遊行警方不敢鬆懈 被托許多方盾及圓盾 會依據現場狀況機動性調整 除此之外現場也有不少警力待命 進行交通管制 中正一分局預計將派出120人 在活動開始前半小時也就是六點會全屬上岗 如果有違法暴力的行為將嚴正執法 確保集會遊行 整個群眾的安全跟集會現場的安全順遂 最後警方也呼籲不同立場的民眾 應該保持理性 尊重彼此的言論自由 千萬不要互相刺激 記者王嘉倩 林英文 朱軍一台北報導